此日大众普及 久而不善 哇 听到一个大车大户的师父在讲经 大概很多人都跑过来了 在这个地方很难得 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共修 这个地方太好了 太干净了 这个女生在这边虽然经济不是像那个 但是这个样子才是让我们祖先以后 我们的祖子孙孙可以在这里生活 所以这边比较安静一点 比较少一点钱 但是我们也没有饿死啊 吃得太饱了 穿得太好了 妹妹靠靠心 还可以有这个 还有一个公投而善在这里讲这个禅 无上甚深的妙法 太好了 对不对 此日大众普及久而不善 施耶 知人何故在此不弃呢 平道以对面相成 还肯修买 我这个也是对面相成啦 你不是还肯修吗 这个是要讲的 你不要看 你们看了混争 这一句话你们就看不来 为什么他说我因为平道对面相成 还肯修吗 他已经讲这样了 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这不就是了吗 还要去哪里找 没有得找了 所以对面相成 好了 休息了 没有事了 这讲好了 已经讲完了 这不是我讲的 大致讲了 有何事可疑呢 莫错用心 你看这样 他已经帮你告诉你 平道以对面相成 还肯修吗 德山的师父叫做龙潭崇信禅师 龙潭崇信禅师跟天王大物借的庙前面的一个地方摆铺子卖饼 他每天在这个崇信 龙潭崇信说 和尚借他的那个地方那个卖饼呢 他卖的饼可以维持佳季 所以他每天就送了十个饼去给那个天王大物 那天王大物每次他送来的饼 又回蒸一个给那个龙潭崇信 那龙潭崇信 奇怪 九月九月九月 奇怪我每次送他十个饼 他都还给我一个 他就很奇怪啦 一问那个和尚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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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送了十个饼给你 你都回给我 送完一个给我 他说 饼舟你送来啦 我一个回 送一个回给你啊 给你那个移你的子孙啊 奇怪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龙潭崇信就感到很怀疑呢 想一想 好像有什么意思喔 他就赤家了 就跟那个天王大物赤家 他出家以后呢 到了那个龙潭天王大物那边出家的时候 每天要喝端茶 每天就 天王大物家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那几个月以后呢 我来这里跟他出家 他什么都没有讲话 他就也很奇怪 去问和尚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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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么久了 你都没有给我收心法呢 那那个天王大物说 哪里啊 我每天都给你收心法 他说没有啊 他说没有啊 你端茶来我去帮你喝啊 你向我问戏的时候 你帮你点头啊 我哪里没有收心法 想说这个 不用文章 他就是这个叫做对面相承 对面相承 已经告诉你们了 还更希望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 如果你的公案不了解 这句话你就看不懂 所以要看多少公案 公案都要看 很多公案都要看 你们看到我那个收集的公案 在YouTube那个 有的时候你们都会啦 我每天都要看公案 平大与对面相承 还肯修吗 有何事可疑莫错用心 你看是这样 枉费力气 若有遗情 一任之人知意找问 叫有人要问吧 你要是不会的话要问 你有遗情的话呢 若有遗情 一任之人知意找问 这个时候有一个声 叫法恩 第二个法恩叫做赤家人 这个赤家人是法恩 那问呢 问呢 因而是否 因而是法 因而是生 因而是一体三宝 因而是一体三宝 这个法恩 法恩法师问他说 因而是否 什么是否 什么是法 什么是生 什么是一体三宝 因是垂是 那个 这个 大树这样讲 这样讲 是比较用文字的 如果要 要那个 得三呢 得三就一棒就打下去了 被人一棒打下去了 打下去就不用说了 事业啦 心是佛 不用将佛求佛 这是以文文字 以文文字 但是 所以禅宗的每一种 宗派用的法不一样 那大树还是很自卑 心是佛 不用将佛求佛 我们的 这个心不是我们的意识心 是我们的清静的洁性 是就是佛 就是我们的佛性 心是佛 不用将佛求佛 佛法无二 合合为真 就是一体三宝 合法无二 合合为真 这个生呢 生本来就是合合的意思 就是大家合作 合在一起 叫做合合 叫做生 就是一体三宝 他那个大师又讲 又讲那个说 经营说 心佛及众生 是三无差别 生口亦清净 生口亦清净的时候 叫做明 叫做佛吃事 我们呢 如果你 如果 无事的心呢 闲闲无事的时候 很开心的时候 知道吗 泡一杯茶 泡一杯咖啡 在那欣赏你的花 这个时候 不是佛 不是你的佛吃事了吗 这个时候最开心的 生口亦清净 也不烦恼 也不吵架 然后 泡一杯茶 泡一杯咖啡 自己的花 我的花好漂亮 这个不是佛吃事吗 对不对 三夜不清净的时候 就佛媚度 如果你生气起来的时候 还是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的佛就跑掉了嘛 三夜不清净的时候 就是名为佛媚度嘛 称时无喜嘛 喜时无称嘛 唯事一心 食和二体 就是你的这个心的作用嘛 没有其他的嘛 本至佛耳 无肉献前 本至佛耳 就是我们的 本来的清净洁信 本来就有这些能力嘛 叫做佛耳 本来就有这样的功能 叫做佛耳 无肉献前 这样就是你的无肉献前嘛 但是如实化为荣 不改其林 就是说如果你 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说 那个食呢 修成了那个 曾经的时候 会化为荣 这是以前的人的那个 就是观念 那就是说我们修行 我们现在是众生 我们成了佛的时候呢 我们众生回心做佛 也不改其变 意思在比喻的时候 如实化为荣 不改其林 众生回心做佛的时候 不改其变 那你不能说 哎呀 谁什么时候人说悟大了 但是我看他还是 还是 还是一样啊 还是有眼睛鼻子啊 也没有会飞啊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过错佛的观念 我们本来就是佛 哪里还要再 要飞的话 只有坐飞机 所以众生回心做佛 不改其变 太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 这样的法门的时候 还要 还要怎么样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嘛 就是很开心 很高兴的好好 过着你自己 最美妙的生活 你所有一切的生活 都相当美妙 相当了不起 相当可爱 你会会好好的自己 赞叹自己 感恩自己 但是不要忘记说 我们要有那个能力的话 还是要 那个 知道很多众生 没有办法悟到的时候 我们 还是来 护持火火 所以我们像 我们各位在这里 听听的就是 最 最 最实胜的布施 叫做 火布施嘛 布施 以什么 以那个 以火布施为罪嘛 罪上嘛 为什么你们是这样 叫做火布施呢 我们把这个网路呢 那个 YouFu的影片 也PO上网 好多人看啊 他一看到 我很开心 他悟到了 那这个功德是大家 不是我的 这是大家在一起 包括这个桌子 都有功德 包括那灯光 都有功德啊 是不是 所以说 众生回心做火不改其辩 我们的信本清净 不带修成 你不用修啦 你那个自信本来就是清净 绝对清净啦 我们的清净 我们的如果自信没有清净的话 看不到 听不到啦 所以我们绝对清净啦 不是用修的啦 修不来的啦 比如说我们眼睛 现在如果有白云内障回去 开个刀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白云内障拿掉的时候 你本来就有这个功德 只是那个 那个白云内障 生成一个魔法 你挡字把它拿掉就好了 所以不是你修 眼睛 这个白云内障拿掉以后 你的势力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本来就有这个势力好的 所以叫 信本清净 不带修成 有正有修呢 即同真上万辙 真空无智呢 应用无穷呢 无始无终呢 立根正路呢 用无等等 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立根的人一听就会了 所以我们恭喜各位 大家都是 都是 善知识 我们这样修行是最简单的 最以久也 不用烦恼也不用那个 所以说 有修有正 有正有修呢 即同生上万 虽然是这样的话呢 但是我们 你听的这些大师 大师把你们当成都是悟道的人来讲呢 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到你自己有一个 那个清正的过程 那个过程是 给你的那个力量 产生一个更大的信心 更大的力量 但是 其实如果你现在当下能够信任的时候呢 是无同无别 跟你正的时候 亲正的时候呢 你等到有一天 你真的有那个正的力量出来的时候 跟你现在呢 也是无二无别 而只是 我们这是方便说 真空无智应用无穷呢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本来的自信就是真空无智 我们本来就是应用无穷 无始无终呢 立根顿路呢 用无等等 如果你能够信的日呢 你就是立根顿路 你这样子听到他的 那个大师讲的这些经文的话呢 如果你能够信日 叫做立根顿路 用无等等 即是阿鸟菩提 即是正整正洁的意识 心无形象 我们的自信根本没有形象 可以讲出来的 即是微妙色深 切切实实我们的那个 亲近的决心呢 有那个 即是我们的微妙色深呢 我们现在 那科学家有那个 从那个电子 然后核子 原子核子 然后造什么量子 都还不是我们的亲近的决心 我们的亲近的决心 你想想看这个地球 在这个太阳系里面 这些力量从哪里来了 然后地球在太阳系里面 这太阳系里面 又要绕着这个 我们的银河系这样的转 那银河系的这个中心的时候 一定有很大的力量 可以把这些 听说有 差不多有一个那个太阳系的时候 被它四色制 好像那个我们的太阳的力量呢 它很比较强大 可以我们的八大行星呢 都被它拉住在 跟着它走 那个八大行星给太阳抓住的时候呢 抓住到这个太阳在转的时候呢 太阳又拼命的绕着这个银河系在转 这些力量是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 不是只有用物质介绍 用什么东西可以看 这种力量叫做 我们的微妙色身 其实是有这个力量 我们的那个 要追求的就是这个力量 我们要知道就是 我们有这个力量 无相即是实相华身 我们能够启用的这个 无相的那个力量 这个叫实相华身 那性向体空呢 我们的性向的这个本体呢 它是空脊的 你摸不到 它记不到了 但不是没有 所以性向体空 这个空脊的这个我们的性向呢 其实是西空无边身 其实是西空无边身 万恨庄严呢 其实是功德法身 所以你们的功德法身是 像你们来这里听经 我们来互相来这里研究的时候 我们共同在一起的这个 叫做万恒庄严 就是功德法身 没有在其他人去找 你再找也没有找不到了 主法身者呢 即是 即是万恨之本 随之利民 自用无尽 名为无尽障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万恨之本 随之利民 自用无尽 名为无尽障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 名为本法障 既一切自 名为智慧障 万法归之 人名为如来障 万法归之 名为如来障 今人 如来者呢 即是主法之义 即主法之义 这是金刚经理面讲的 又云世间的一切生命法 无有意义 不归之 就是说 世间的一切生命法 无有意义 不归之 这是在讲 这个 我们的这个 如来障 我们的这个法身 我们的功德法身 那有客 有客 有那个一个客人 他这个讲的 这个客人 应该也是在家记事 来有客问云 弟子未知 律师 法师 禅师 何者最甚 恩和尚 慈悲子是 是 乎律师者 起匹尼之法上 那个 匹尼就是我们的戒律 戒邪 那个邪律的法师呢 他们都是讲这个戒律 传授命之遗风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的那个戒律 如果在的时候 佛教才能够长传 如果佛教的戒律 被破坏了以后呢 佛教可能就会 不见了 所以叫做传授命之遗风 动辞犯而达开车 我们戒律戒写里面呢 他有开车辞犯 辞犯而达开车 我们有些东西要辞戒 如果你犯了戒了以后 是不是有开车的方法 叫做动辞犯而达开车 兼威以而行鬼犯 叠三番结母 作事果之音 问你 你能不能接受啦 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个 直接的这个功能啦 叫叠三番结母 结母就是问你做事果之音 若非事得白美 严敢造势 就是说我们修行的那个戒律呢 在赤家人呢 这个戒律是很严谨的 这是在讲这个律师法师跟禅师的功德功能 乎法师者呢 既狮子之座呢 写贤和之变 对丑伦广众呢 起着弦官呢 开波热妙盟 等三轮空师呢 若非龙相赐他呢 安感 当时就是说法师呢 他呢 他能够 他的那个法师 就是讲经的那个地方叫做《诗子之座》 他的讲经说法 那个口才 那个贤和之变呢 涛涛不绝的呢 对丑伦广众的 起着弦官的 开启 波热妙盟呢 等三轮空师呢 若非龙相赐他 安感当时 若当法师 讲经的人也是不容易 忽禅师者呢 那个 那个 叫做《戳其诗药》 戳其诗药 子了心眼 师莫见诗呢 重恒应悟呢 贤金是礼呢 顿见如来 拔生死生根呢 或现前三昧呢 若不安禅尽力呢 到这里总是茫然 他就说 我们那个禅宗的时候呢 讲到禅宗的时候 禅师呢 那个戳其诗药呢 知了心眼呢 师莫见诗呢 重恒应悟呢 贤金是礼 顿见如来 拔生死生根 或现前三昧 所以说 我们那个禅宗呢 他讲的呢 他的手段呢 就是要你悟 要你悟到 所以 我们到 以后到讲那个 正道歌的时候呢 我会把一些比较 常见的那个公安的 悟到了那个 当下的过程呢 来做一些那个 比较深入浅迟的解说 那现在呢 这里所讲的呢 还是在文字上 所以说 把后三 现前三昧 若不安禅 尽力呢 到这里 总虚茫然 他就讲说 我们禅禅的 禅禅的那个 那个过程 随机受法呢 三邪随师呢 得益妄言 就是说 我们的修行的时候 随机受法 三邪随师呢 三邪就是说 那不用说 律师啦 法师啦 还是那个 禅师啦 还是那个 戒定会啦 这些 三邪随师呢 得益妄言 就是你悟到的时候呢 你不能讲不出来的 一秤何以 就是说 我们的一佛之秤呢 佛秤呢 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 什么不同的 故均匀啊 十方佛土中了 唯有一佛秤 无二也无三 就是说 我们修行的时候呢 就是在修 我们当下的这个 自信 产生出来的智慧呢 这个叫做佛秤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在其他的秤了 无二也无三 词佛方便说呢 但以假名字 引导自众生 所有的名相 都是假立名相 假立名字 为了要你们悟到 你们悟到以后呢 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因为悟到的当下 根本没有原理可以说 没有原理可以说 所以说 那个问了这个人说 和尚深达佛子 德无碍便 又文 就是说 汝道士三教 为同为宜 事业 大量 大量者 用之即同 小几者 知之各 即宜 就是说 就是说 儒道士呢 儒家和道家呢 和出家人呢 这对佛法有什么差别呢 他说大量的 如果大量就是说 所谓的大量就是说 如果你有悟到的人呢 你如果真正悟到的话呢 没有什么儒道士之差别 因为呢 这个 那个 那个 孔子在当时的时候呢 好像都在这个当时 就是都在两千年到两千五百年的时候呢 那个 我们的人类呢 到这个时候呢 文明 就是智慧就开始 就在那个时候 在中国是 孔子跟老子 两派协言都在两千年那个时候 那那个 那个 世真呢 是在两千六百多年嘛 那当时的时候呢 也是在那个基督教的时候呢 那个 那个 耶穆默德斯回教 那个耶穆基督呢 就大部分都是同时 在那个 在那个时间的时候 人类的文明有产生这些 叫出来 这是我们人类的文明 那如果回归到 一两万年前 二十十万年前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人类呢就是 就是 从零规则嘛 杀来杀去啦 没有那 但文明还没有到现在 就是这样 那以后呢 如果再说一两百年以后呢 全部都是具器人的 啊糟糕了 要什么学到 你们 职业呢 大量用者及同 所以说没有什么差别 小鸡直之则疑 所以修行的法文 当你悟道的那个当下呢 就没有什么宗教可以讲的 没有什么宗教可以讲的 这个宗教都是方便讲的 总从一信上起用呢 基建差别成三 就是因为你的 你是从俗信 从使用起来的时候呢 还有什么儒家 道家 世家这样 基建差别成三 迷雾友人 不在教之一统 所以说我们修行 根本没有什么 这个那个那个 那个差别 我们要对各种宗派 都要尊重他 但是有一些宗派他 有一种那个门槛很高 我们也尊重他就好 不要跟他 变说你的错 我的对 那这个打架了 这个要打架了 那这个这一个 他有一台段 我们把他 有一个蒋为师 道光座子 问耶呢 禅师用何心修道 一个蒋为师的人 所以这个禅宗 就奇怪怪的 蒋为师的那个 道光座子 来问他说 禅师用何心修道 那师耶呢 那个大叔讲 是劳生 无心可用 然后有什么心可用 有心可用这个 你会不会禅 我不会禅 你会不会到 我没有到 你说有禅 禅哪出来看看 你说有道哪到出来 哪不出来 所以就无心可修 无道可修 就是这样讲 所以我无心可用 无道可修 这是那个大叔讲的 本来就是正切的 他问的时候 他讲为师的人 当然是 他们讲为师 他们说 你三世用何心修道 那你讲这个话 那集心集火 你又把集心集火 什么是火 那三世文部就讲过了吗 那你都讲到集心集火了 又要讲 那什么是火 那用何心修道 那你心就是道了 要用何心修道 所以为师就是有这个麻烦 那禅宗讲的 就没有这么麻烦 所以大叔讲说 老生无心可用 老生无心可用 无道可修 那这两句话是对的 那你用何心 用什么为师的时候 你用什么心修道 那就错了 那其无心可用 那其无心可用 无道可修 因而每日济重 千人学成修道 事业 老生尚无浊贼之地 什么是济重来呢 因为他在讲说 老生尚无浊贼之地 有什么是可以击重来呢 老生无舌 老生无舌 老生无舌也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清净协性 哪里有什么舌头 没有舌头的 何正千人来呢 所以禅宗讲话 你听不懂的话 会很麻烦 那就对于那个 这个大王座史说 就讲说 禅师对面妄语 你看他不听不懂 为师到此听不懂 禅师对面妄语 那个师爷说 老生尚无舌千人 恩解妄语 那个大王座史说 魔甲之 不会禅师的理论 大师讲说 老生也尚无舌 这些比较没有什么 但是呢 你们看这个经典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知道说 这个大王座史 他本来讲的时候 就错误了 他讲说 禅师用何心修道 新基督道用什么心修道 所以他本来的位置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老生 当然大师老心 老生无心可用 无道可修 就是这讲的这个 就我们的清净洁信呢 他根本没有办法 立一个明相出来的 所以他来讲说 老生 那个 尚无卓绝之地 什么处其中来 老生无舌 何生千人来 他讲的就是我们的 清净洁信 我们的清净洁信 我们的清净洁信 还能够